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人适不适合交往 看三个时候的样子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以深交 其中一个高赞回答是 一个人真实的一面 需要很多件事情来反映 通过某件事情 可能只能看出这个人某一方面的性格特点 深以为然 人性之复杂 仅凭一件事情来评判一个人显然有失公寓 但如果一个人有这三种表现 趁早远离才是明智之举 在网上曾有一个很火的话题 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人品是否过关 有一个高赞的评论写道 看一个人的人品 要看他在处境最糟糕的时候 对待别人的态度 作家陶瓷兔子讲过一个故事 他有一个朋友 认识了两年多 向来脾气温和 被人拿来开玩笑的时候 没见过他和谁红过眼 跟尔培的大爷大妈说话 他也能始终面对微笑 吃饭时对待服务员 他也彬彬有礼 简直就是朋友圈里的模范郝先生 直到后来有一次聚会 那个男生当众跟心仪的姑娘表白 结果当场被拒绝了 他和另外的朋友在外面聊天 刚好遇到了从车库开车出来的男生 直见他隔着老远就疯狂按喇叭 车库管理员手稍微慢了一点 男生就弹出头来破狗大骂 出了车库后 男生将车开得飞快 路过一个小水洼时 见到旁边路人一身泥水 他从面也没想到 那个原本脾气和修养都极好的人 在这一刻 竟露出如此不堪的一面 我见过很多人 他们平时举止得体 行为体面 但是一旦失意时 他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 却无教养可言 正如复旦大学陈果教授说的那样 如果你在自己最失忆的时候 最潦倒的时候 最无人理解的时候 还能保持一分豁达 一分涵养 一分风度 那才是真正见你修养的真功夫 真正人品好的人 不管生不生气 都能保持基本的素养 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看清一个人 不要看他平时的样子 要看他在失忆落魄时的行为 二 得意识的姿态 最见教养 成龙曾在自传中 反思过自己以前的一段经历 当年他还是个替身时 跟着一位大导演去逛香港的名牌店 书会员看到他迅钻的样子 对他爱答不理 直言道 这里很贵 你买不起的 可没想到 不到一个月他就成名了 直接从小提升 变成了红边全亚洲的影坛巨星 出名后 他想起了这件事 就带着一群跟班跑到那家店里 想给自己找回面子 他找到了之前那个收货员女孩子 跟他说 这里的每一届 我都要试穿 女孩子一件件将衣服打开 她每试穿一件 就像丢垃圾一样 把那些衣服丢在了一遍 试了一大堆后 她对那个女孩说 这个要 这个不要 打包好送我酒店去 女孩当场就崩溃了 店里的经历 连忙赶过来给成龙盗窃 成龙气愤地说 我讲得很清楚 怎么他就没听清楚 这边要 那边不要 我要每一件都包得像新的一样 一个别针都不能少 全部给我封好 直到现在 那些衬衫都还在他家里的角落放着 他就从来都没有穿过 还有一次 他让小弟们拿了五十万的现金跟在身后 大摇大摆地走中表号 一见门就问 什么叫十大名表 这个是不是最贵的 是最多钻石吗 好 来七个 不用打包 给钱 随后的一星期 他每天都换一只手标带 还约那些以前一起做五行的朋友吃饭 一见面 就故意把袖子卷起来给大家看 那段时间 成龙表面上光鲜亮丽 背地里 却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古语有云 天不言自高 地不言自厚 以万物为参照 可动观一己之不足 一个人越是得意的时候 越能看出他的品行和教养 真正优秀的人 从来不会在得意之时 留下瞻狂自傲的姿态 相反 越优秀的人 言行举止反而会越前辈 低调 三 疲惫时的状态 最见格局 爱丽丝梦有仙境中写道 人在极度疲惫时 容易放下所有防备 露出自己本来的面目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这样一种现象 人们越是疲惫的时候 越容易和别人发生争吵 在赶早高峰的路上 我们经常会听到 刺激其不可耐的鸣地声 在爬山游玩的旅途中 有的人也会因为 同伴的吊队 心生抱怨 在车站和机场 有人会因为 班次晚点延误 而对工作人员破口大骂 人在极度疲惫的时候 行为举止很容易 不受大脑支配 做出过激的行为 这个时候 任何已经不起眼的小事 都可能成为 引发争吵的到货线 网友齐盛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次 他们团队带着一批 藻礁员员去培训 公司找了一辆大巴车 时间地点和价格 都谈得好好的 可到了关键时刻 大巴师傅却迟到了 本来大家也没说什么 可那个师傅脸上 却写满了疲惫和烦躁 迟到后 师傅便把怨气 撒向工作人员 一开始就抱怨 众人伤车太慢 在路上的时候 遇到堵车和红绿灯 师傅就疯狂按喇叭 中途跟着导航走错路了 师傅更是直接开口大骂 甚至还责备工作人员 给的手机有问题 他们工作人员 愿是去解释和帮忙 这个四季表现得就愿是嚣张 相比之下 这批早教园长们的行为 就让人感到舒服多了 在这种嘈杂慌乱的环境之中 早教园长们非但不生气 反而过来安慰他们这些工作人员 跟他们说一句辛苦了 格局数高数低 平行数好数坏 一目了然 其实 每个人都会有疲惫的时候 那些修养好的人也会累 也需要安抚 可是他们等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懂得体谅他人的不易 在疲惫时 还能保持寒阳的 才是真正值得深交的朋友 作家珍妮乔说 唯有力竭时 才能看出人与人的差距 这种差距 不是你能以多快的速度攀上顶峰 更重要的是 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到达终点 当一个人身心疲惫时 还能维持原有的风度 才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 这种人 才最值得深交 常言道 不经意识 不懂艺人 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 在关键时候才能看清 真正有修养的人 试一识不识态 得意识不忘形 倦意识不迁怒 时时刻刻 都始终能恪守本性的人 才最值得深交 往后余生 愿你我都能识人心 知良善 与贤人结交 与良人相伴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下期待您的时间